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宇人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第41届年会筹备会 将在于本周六在圣盖博 举行全美台联抢救中华民国事实大会 欢迎乔明前来参加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第41届年会筹备会 决定将于本周六8月25号 在圣盖博喜来灯酒店 举行全美台联抢救中华民国事实大会 希望在这场汇聚了 全美各地侨领的活动上 呼吁爱国侨胞踊跃参加活动 针对台湾当前时政 声讨民进党 解决目前中华民国的外交困境 江启臣 王玉敏 陈一敏 李燕秀 林立成 五位立法委员也出席了 这次活动的记者会 号召小胞参加实施大会 8月25号也就是星期六早上11点 将会举办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24个分会的实施大会 让我们一起来抢救中华民国 面对民进党政府执政 不利外交无能 方交国一个个失去的时候 我们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更要扮演着侨民的一个角色 来协助我们的政府 在我们现在的魁势当中 能够做一个抢救之功 欢迎各位侨胞 以及各位支持 我们中华民国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共襄胜举 除了实施大会 周六在喜来登饭店 还有一系列的活动 上午9点到10点 是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第41届年会的开幕式 10点到12点 天普市将与花莲县 缔结姐妹市 并且进行签约仪式 下午2点到5点 立法委员们将进行深度演说 针对台湾政情 两岸关系 外交政策 以及国民党发展道路 进行深入的探讨 晚上6点到9点 还有宝岛之夜 有精彩丰富的表演节目 让民众体验台湾文艺的魅力 关于系列活动的详情 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进行咨询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